來自動的 字幕提供 來自動的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點心 它同樣帶有異國風味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小點 它其實除了 讓你在想要嘴殘的時候 有一些不一樣風味的變化 它其實也很適合你在派對 或者是辦一些這種 就是邀請朋友 來家裡聚會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好的聚會小點 可是其實做法很簡單 而且重點是我們今天要用 更健康的食材 讓你吃起來無負擔 到底是什麼樣的點心呢 先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 點心老師 歡迎Kevin 張哲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瑋 瑋瑜姐好 哈囉 大家好 哲瑋今天要帶我們 飛到義大利 對 義大利結合 從中式到西式的感覺 其實你今天要教我們做的這個 我之前去威尼斯 威尼斯 他們就是街邊的小酒館 真的就會有這樣子一個一個一個 上面放一些聖材沙拉 醋這些對不對 對 可是這個名字我們要認識 它叫做什麼 Bruschetta Bruschetta 它是義大利文嗎 這個是英文 那義大利文 我就不太會發音 可是 但是我念的發音是英文這樣 對 它其實那個概念就是底層 我記得它是有點像是法國麵包 對 通常是以法式長谷麵包 然後切薄片 然後上面再擺放一些沙拉 那主要就是義大利料理 大家就會知道有很多的番茄 作為基底對不對 或是醋之類的作料 對 特別就是在夏天我覺得它很開胃 然後你擺起來也很繽紛 所以就很適合說辦派對的時候 對 而且就是那種finger food 直接拿起來就吃 直接拿來就可以吃 就可以走這樣 對 但是 待會兒我們要帶大家特別來看看 材料的部分 九尾今天幫我們做了一些調整 把它融入了不一樣的元素 我們可以讓它吃起來 更健康 更低卡油 到底有什麼樣的材料組合呢 我們就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地瓜普切塔 需要的食材有 餅皮 地瓜120克 低筋麵粉90克 糯米粉10克 海藻糖20克 蜂蜜10克 牛奶40克 泡打粉1小匙 鹽少許 沙拉的部分有 小番茄 適量 生菜 適量 橄欖油 20克 義式巴薩米克醋 10克 蜂蜜 適量 鹽 適量 胡椒 適量 好 看到材料有沒有發現 我們今天用的是很台味的地瓜 算是就地取材 地瓜 代替全部的麵粉這種感覺 但是還是有部分的麵粉 為什麼會想到要用地瓜 來去代替部分的麵粉 因為地瓜算是高纖維的食物 對於我之前討論過的 DGI指數的東西 它升糖比較不會那麼地快 所以用高纖那些 天然一點的食物 像地瓜它的質地 會吃起來比較Q 有點嚼勁 有點像餅的那種感覺 又自帶一些甜味 像我們糖類的話 也可以減少一些 所以一部分我們取代了麵粉 那等於一部分 我們也取代了糖類的食材 可是我們今天用的糖 其實也很健康 我們是用海藻糖 對 就代替比較精緻的 它算是比較天然一點的糖類 好 可是為什麼食材當中 還有一部分的糯米粉呢 糯米粉其實我就是調配了 我想到它有一點Q的感覺 但是又不是說 太像麻糬 對 就是不一樣的口感 那如果你糯米粉加太多的話 就會有點像麻糬餅 如果不加的話 就會有點像硬的餅乾 對 所以可以去調配它中間的 一個這種適口度 那另外我們要看到 其實擺在上面的 就很隨性了對不對 所以生菜你要準備 譬如說不同種類的都可以 其實都可以 像菠菜那些 像芝麻葉常常 大家外面吃的沙拉那些 其實都可以放在上面 可是真的要符合義大利風味 你知道每次去 之前去義大利旅遊的時候 它就會附麵包 然後你就一定要跟它要 芝麻糬和油 對不對 就是橄欖油跟芝麻糬醋 它們就會直接沾麵包 用直接沾 來吃 今天我們就直接把這樣子的一個 湯匙放在上面 讓它有那個風味 對 但是最主要就是我們要教大家 怎麼樣去做出底下的那個 餅機 代替麵包的餅機 甚至有一點脆餅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操作哪一個步驟 我通常會把地瓜蒸熟的準備好 然後先把乾的材料 先把它混在一起 好 所以地瓜蒸熟 要稍微壓嗎 要 要把它壓成泥 不然會 塊狀會很明顯 到時候你做成麵糰的話 會一塊一塊一塊的 好 所以 我們先把麵粉還有 麵粉 其他的粉類乾狀都把它先混合 還有海藻糖跟豆米粉 好 好 謝謝 其實如果用地瓜的話 台灣的地瓜還滿多種的 其實台灣地瓜算滿好吃的 對 紅肉 黃肉 然後甚至還有紫色的 對 其實紫色的地瓜 其實做起來也滿好的 味道都還滿好的 然後顏色看起來也很鮮豔 那種感覺 對 今天做的是一般的黃肉地瓜 有些食品他們烘焙的時候 會加一些加工的色素 像如果用我們這些地瓜 不同品種的話就可以代替 對 也比較天然一點 對 好 弄一點 紅海藻糖 好 再來試 其實今天還是要讓它有一點膨發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量的泡打粉 大概一小吃就夠了 好 好 鹽巴也加一些些 鹽巴 對 好 所以它基底的這個餅皮 還是是甜的口味的對不對 算是 因為雖然糖類沒有很多 像海藻糖其實是一般糖類的 差不多0.4 其實今天再加上蜂蜜的話 不會說很甜 我們主要可能是 還是靠地瓜的甜味來 地瓜的甜味 生托 我們現在加牛奶子 牛奶 因為這個牛奶的水分也不會很多 這個配方其實牛奶的份量 有稍微減少 因為地瓜含水量其實滿多的 尤其在蒸的同時 它的飽水量其實還滿夠的 大家如果家裡沒有電鍋 或是比較求方便的話 可以其實用微波乳來做 把它微波熟 上面戳幾個洞 然後微波大約兩分鐘 到三分鐘就可以了 微波的話 水量就要多加一點 因為微波的時候 水分會從食物微波當中 會減少 所以如果你今天地瓜 是用微波的話 你可能在水分就是牛奶的比例 可能就會多加個20克左右 今天做起來的麵糰 它是要可以有一個 固體的成團的感覺 就會有點像做 饅頭麵包那種手感 我就大概把它攪和 它通常到一定程度的話 我就不會用這個攪拌器 因為它 越濃稠的話都會沾黏在上面 攪拌完大概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地瓜放下去 好 地瓜通常在放地瓜的時候 我會再用這種攪拌 橡皮刮刀 然後攪拌到大約成團一點 不然這時候就開始用手的話 通常都會黏得滿手都是 可是我們今天需要像是做麵包 這樣把它揉出筋性嗎 其實不用到筋性 就是大概揉到均勻就可以了 好 謝謝 我們用這邊再把它稍微壓一下 就是有一點像是壓半 壓半的 這樣的方式 對 但麵糰還是要用 平常揉麵糰的那種方式來揉 但是不用說 要達到有膜或是片狀那樣 好 我們把地瓜也加進去 其實如果說真的跟 你要去做一個長棍麵包比起來 這個方法相對地輕鬆很多 而且算是食材比較天然一點 代替部分的麵糰這樣 我們把它稍微壓進去 我會繼續混合到它 大約有一點成團 不會到這麼黏手的時候 再用手來操作 這樣的話比較不會沾黏到太多 沾黏太多尤其在手上或是 攪拌棍上的話都會有點浪費 其實鍋邊的這些粉都已經被沾進去了 都會吃進去 到時候現在看起來水分可能比較多 到時候這些麵粉被它吸收之後 水分會慢慢地吸進去 在你揉的同時 好 我們大概清一下邊邊就可以用手了 好 OK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用手了 我們同時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待會兒我們要烤餅皮的部分 所以烤箱大概要設定在這裡 烤箱預熱在190度 我們等一下完整的時候烤的話 會大約在15到20分鐘 好 所以就可以先進行烤箱預熱 上下火190度 沒錯 好 現在還是有點黏手 好 我們就開始揉麵糰 大約是這樣子的方式 就像一般處理麵糰的方式來這樣揉 大約是用黏壓黏壓的感覺 如果大家方便的話 其實也可以放在琉璃台上面處理 擺面可能比較大 就是直接一個工作板 對 那我們揉到差不多光滑光滑表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其實它就是很漂亮的一個麵糰 而且麵糰呈現有一些自然的 地瓜黃色的色澤 對 除了我們剛剛大約壓泥狀 都混進去的感覺之外 還有一些塊狀的 所以吃起來就會有一點 好像有點真材實料的感覺 對 我們把它拿起來 稍微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就是像光滑不黏 然後地瓜有均勻 甚至還有帶一點點顆粒也沒關係 對 沒錯 我們就大概捏出一個形狀 通常我們會把這麵糰 沒有 這個算是比較黏手 不像一般的餅乾 我會大約把它捏出我想要的形狀 然後待會兒用切的 捏出形狀之後 我會放在冷藏 然後讓它凝固一點點 讓它固態一點點 到時候切的時候會比較好切 好 所以做到這個階段 你可以先把它稍微冷藏地形 然後待會兒我們再告訴大家說 你要切成什麼樣適當的大小片狀 再進行烤杯 沒錯 這邊我們把它冰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來去 找出我們要的形狀 對 可以切出 大約我們在冰之前就可以 做出我們適當的形狀 如果要圓形的話 就可以做圓形 我們今天普吉塔 因為上面還要放一些料 所以我今天做的算是一點 長方形的切面 但是也不會到太大片 因為算是一口的那種小食物 對 好 我們切片我通常 我會把它切大約 這個大小 我個人喜歡比較薄片的感覺 對 我就會切比較薄片一點 薄片就是也讓它烤起來 就會有一些像是脆口度 對 因為如果太厚的話 它的厚度會太多 好 我們就可以排在烤盤上面 它還會 因為今天有加一點泡打粉 它還會再有稍微膨發的空間嗎 會 它還會膨發一點點 可是因為我們家的量很少 因為我們的材料的關係 所以它不會到膨發 像蛋膏體或是 蓬鬆到很大的鈴幹 好 那就稍微把它烤好 那記得烤箱 我們剛剛已經先進行預熱了 就是我們上下的火 是設定在190度 沒錯 好 然後待會兒我們就是 差不多烤15分鐘 其實算滿快的 對 大約15到20分 或是說 加在烤箱溫度不一致的話 可以烤到大約 兩面有一點金黃上色就可以了 其實不要烤焦 因為烤焦的話會太乾 好 那我們就一一地把它排入烤盤 然後 以上下火190度烤大約15分鐘 烤好之後 其實我們的餅皮要先放涼 所以待會兒回來 我們就要教大家做後面上面 我們要配料的沙拉的部分 那持續休息一下 稍後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歡迎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這邊我們要來做我們今天這一道 Buchetta的第二個食材的部分 沙拉 就是沙拉 其實你今天把沙拉風味 學起來的話 它變成一個單的一個佐料 佐料的感覺 其實也是很棒的 今天我們就要教大家說 你用折尾的比例 調出一個義式風味的沙拉醬 所以剛剛我們其實在材料裡面 大致上看到有胡椒 然後我們的巴薩米狗醋 還有橄欖油 另外其實還有加入蜂蜜 對 其實一般人做油醋醬的話 會加糖 這邊一樣我是用 比較天然一點的糖來代替 就是用蜂蜜 然後吃起來會有一點蜂蜜的口感 對 好 然後我們這邊一點點的鹽巴調味 所以那個比例大概是什麼抓 就是看你喜歡酸一點還是甜一點 對 其實一般來說 大家的油醋醬的配方會是3比1 3是橄欖油 1是醋 今天我比較喜歡酸一點 我就會用2的橄欖油 1的醋 好 我們可以先來調製醬料的部分 我會先把橄欖油倒進來 大約攪拌一下 橄欖油我要特別去選那種 比如說什麼extra virgin 我通常會選就是 出炸的那種extra virgin 就是其實還滿好的 比較健康一點 比較適合涼拌 對 比較適合涼拌 好 大約 攪散一下 然後就可以直接加醋進來 我們今天用的是比較 異狀的巴薩米糕對不對 我看到有一些是有 對 就是膏狀 它是有調成像醬料的那種 對 那種就比較會濃稠一點 今天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當作 不管是什麼主菜的佐料都可以 對 那我們加一些蜂蜜 蜂蜜 那當然這個 今天做這個佐料沙拉 其實有些人也可以切一些水果丁 切一些水果丁的話 它口感會更清爽一點 對啊 但我發現其實我們今天 沒有在這個醬料裡面 加入一些蒜 就是有一些的沙拉 它會加一些蒜 蒜味在裡面 所以這一道其實吃起來相對 就會比較清爽一點 會比較清爽 然後主要是醋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點甜味 然後一些蔬果來襯托它 對啊 好 放在這裡 加一點點個胡椒 好 胡椒一少許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吃沙拉是很健康低卡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挑選錯誤的醬料的話 對 反而會是一個危機對不對 其實像千島醬或是凱撒醬 它們裡面含量的 美乃滋成分就很高 對 其實一般來說 這個算是含量油脂也比較高 但是它是用橄欖油 橄欖油相對地會比較健康 對 所以你真的如果是想要用 吃沙拉這件事情去 讓你的飲食比較低卡 沒有覆蓋的話 你可能就要選那種油醋 或者是和風的那一種 對 沒錯 這樣的話比較 裡面成分會比較健康一點 因為它們主要還是以 比較健康的油脂來代替 好 我們現在可以來切水果跟沙拉 OK 水果我們今天是用番茄 因為剛剛我們的餅皮算是比較小 所以我們的番茄可以切小一點 是讓它有點像番茄碎這樣子 對 都可以 那我適合用大的紅番茄嗎 其實也可以 但是你就是大紅番茄 你就要切得比較細一點 麵筋會比較大 好 我們可以直接加來去我裡面攪拌 直接就讓它變成一個沙拉 對 所以甜味的來源 如果你剛剛蜂蜜加得 沒有那麼多的話 其實小番茄也會有一些 它的天然甜味在裡面 稍微會有一點 其實之前我有做過就是蘋果 把它切成很碎的丁 它在裡面就會有一點脆脆的 或是甜的那種感覺 比較有一點果香 所以生菜其實你也要調整成 我們適當地 等一下可以放在 我們的餅皮上面的大小 對 沒錯 如果今天餅皮你們打算做比較 大家打算做比較大塊一點的話 其實這個大小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算是 比較小 比較小的 對 比較小口尺寸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切成二分之一 或是三分之一這樣 好的 所以量看你要番茄多一點 生菜多一點 就是依照自己來抓就可以了 自己來抓就可以了 沒錯 大概請哲瑋示範一下 生菜要的大小 好 就像剛剛說的 今天的餅真的比較小 就可以把它切碎一點 切碎一點也比較不會讓大家 有時候在吃生菜覺得 像在吃草的感覺 對 或是吃了一個 你可能吃到羹 然後就很長一個 你就會吃了會掉下來 或是不方便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攪在裡面 好 所以很快 我們只要醬料調好了 然後你的沙拉拌勻了之後 待會兒回來我們就教大家 最後的組合了 沒錯 小夥吃吃回到 跟點心 跟點心 當你的餅皮烤好了之後 其實會像這樣子有一點 兩面金黃色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我們要把它完全放涼了 對 完全放涼再放做料 對 然後就可以 就應該很隨興了 我們把它放上去 那喜歡多少就其實放多少 就看依自己喜歡的口味 那我們就其實可以把它 直接擺上去 可是我發現哲瑋 其實你有把那個醬汁 稍微瀝乾一點 就是不要太水一點 這樣放上去 其實很簡單的擺設這樣 好美 因為小番茄就是非常地顯色 然後又紅紅綠綠的 看來顏色會比較鮮豔一點 對 這真的就是有很義大利菜的感覺 對 開胃的感覺 最後面會灑上一點胡椒裝飾 好 增添它的一些風味 對 好快速 你看你只要把餅皮準備好 然後沙拉準備好 可能一次二 三十份 就可以做好 其實動作滿快的 如果有人要過來或是你要 參加派對或是要 有客人要來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都滿快的 滿快速的 然後你看這樣賓客 就是直接拿起來 就是可以直接就口 沒錯 好 待會兒我們要來嘗嘗 不過我們今天教大家做的 Puchetta 這樣子發音 Puchetta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呢 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地瓜Puchetta用到的材料有 餅皮的部分 地瓜120克 低筋麵粉90克 糯米粉10克 海藻糖20克 蜂蜜10克 牛奶40克 泡打粉1小匙 以及鹽少許 沙拉的材料有 小番茄適量 生菜適量 橄欖油20克 意式巴薩米克醋10克 蜂蜜適量 鹽適量 胡椒適量 做法的部分 先做餅皮 用電鍋 將地瓜蒸熟之後 壓碎成泥狀備用 將餅皮的材料 包含低筋麵粉 糯米粉 海藻糖 蜂蜜 牛奶跟鹽 倒入攪拌盆中 攪拌均勻 接著加入地瓜泥 混合成團狀 平均將粉團 捏出適當的片狀大小 排入烤盤 放入烤箱中 以上下火190的溫度 烤約15到20分鐘 取出放涼備用 沙拉的做法 將橄欖油 醋 蜂蜜 鹽 胡椒 混合並攪拌均勻 番茄和生菜 切成適當大小之後 加入沙拉醬汁中拌勻 最後組合 將做好的沙拉 擺在餅皮上即完成 好 接下來我要來吃吃看了 我覺得我想要先藏餅皮的部分 所以我先咬邊邊 好 它不會像餅乾 又有一點軟軟QQ的感覺 因為主要是有地瓜 又有一點糯米粉 其實餅皮的部分 就真的是滿甘甜的 雖然是不會到太甜 但是有一點地瓜的味道 而且 對 真的 而且是烤地瓜的味道 有點烤地瓜的味道 對 有一點烤地瓜的蜜香在裡頭 然後 甜度其實不會太高 你就會覺得它是甘甜的感覺 而且它真的有一點介於像是 麵包跟蛋糕之間的柔軟度 然後 是不是因為糯米粉 糯米粉的關係 然後加上地瓜 對 然後就QQ的 我其實上面 剛剛已經有吃到一些醬汁 是酸酸的 就是醋的部分 接下來我要吃有沙拉的 因為其實這次做的佐料 算是比較 醋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的油脂算是2比1 所以以這樣的方式的話 會不會太油 但是我們醋的方面會比較多 因為我個人偏好醋的 醋味濃重一點 我覺得其實這樣子在夏天吃起來 有一點酸酸的很開胃 而且小番茄是甜甜的 然後生菜 因為我們也是現拌的 所以它的清脆度 還是非常地新鮮的感覺 開胃的一道菜 對 很棒 就是你肚子餓的時候 來上一兩片 可以稍微解解餐 或者是說派對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很繽紛的小點 而且是帶有異國風味的 所以自己在家裡 一定要動手試試看 今天謝謝哲瑋 謝謝 謝謝各位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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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